他仇恨地盯着战俘 发出粗重的喘息 看到男人手里的国旗 又立刻把车倒回去 大声呵斥对方出来 抢过他手中的旗帜 旁边的纳粹看到 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他对着男人拳打脚踢 因为他恨透了侵略者 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一面旗帜爆发 但这些战俘并不会回国 而是被送往西海岸线 只有拆掉他们入侵时 亲手埋下的地雷 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可这批战俘中 大多都只是未成年的训练兵 面对等待拆除的200万颗地雷 有些根本连地雷都没见过 教官简单讲了下 有关地雷的基础知识 就立刻进入十艘环节 可谁都知道 哪怕出一点差错 自己有可能丢掉性命 这群半大的孩子 更是被吓得不敢动态 他们被要求利用实弹训练 很快就有第一个士兵 来到引爆区 他先是轻手轻脚放下地雷 拧开上面的盖子 小心抽出引爆装置 再将引信分离出来 就算成功拆除 他拎着空气雷一出来 下个士兵就会立刻进去 周而复始 直到每个人都能熟练拆雷 成功的孩子在归队后 都带着如是重负的微笑 本以为一切都很顺利 一个士兵进去后 却磨蹭了十多分钟都还没能出来 教官看了看表 感觉有些不耐烦 他的催促让男孩更加紧张 双手开始不听使唤 可就算这样 他也要坚持拆雷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果然没过多久 他真的毫发无伤地走出来 同伴们都在为他高兴 突如其来的变故 把所有人都吓傻了 仅仅一次训练 就已经有人牺牲 他们来不及悲伤 就已经被分配到住地 卡尔见到他们时 还有些不敢置信 这群看起了尚且稚嫩的脸 还会因为自己的训斥 而紧张地不敢抬头 居然已经成为了预备兵 这很难说 不是战争的悲哀与残酷 卡尔带他们翻越山谷 来到靠近西海岸的沙滩 这里有整整四万五千颗雷 在等着他们拆除 他们要先清理出一个安全区 再沿着图纸 一点点排查地雷的位置 不光如此 他们还得自己收集干草 做成晚上的床垫 男孩们天真的计划着 等排完雷就可以回国 自己要和妈妈亲手做的汤 要进工厂找份好工作 可领处的赫尔却嘲讽般地冷笑一声 他本无意泼冷水 但赫尔明白 丹麦人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他们 等待他们的 很可能是不久后的死亡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铁签 插进白花花的沙滩 其中一个男孩 很快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他小心扒开上层的沙子 露出外壳 轻手轻脚拧开盖子 再收出引爆装置 分离出引信 成功拆除一颗地雷 队友们也接二连三 发现新的地雷 顶着奄奄烈日 进行着拆除作业 这茫茫的一大片沙滩上 还有四万五千颗地雷 等待他们一一拆除 他们是战俘 是遗留在丹麦的纳粹士兵 他们没有床垫 就收集干草自己做床垫 没有吃的 就只能饿着肚子排雷 直到已经连续饿了好几天 他们都已经开始体力不支 一个士兵忍不住 跑到教官面前小心询问 在教官眼里 就算他们只是群半大的孩子 也不配得到食物 更何况上级根本没给军费 得到如此冷酷的回应 他们只能继续挨饿 可领头的赫尔实在忍受不了 半夜偷偷跑出去 为大家找到了食物 谁知第二天 就有人出现了问题 一名士兵刚刚开始排雷 手却剧烈地颤抖 一阵眩晕过后 他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一旁的同伴发现了异常 刚想过去查看情况 硝烟弥漫的土坑边 士兵被炸断了胳膊 饥饿 不适 和钻心地疼痛袭来 让这个小小少年 发出痛苦的哀嚎 大家都呆住了 很久没能反应过来 士兵们如梦初醒 赶紧跑过来帮忙 教官听到求救声 就无动于衷 对于这帮纳粹战俘 他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眼看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男孩的大脑开始昏迷 一声声对于家人的呼唤 唤起教官的侧隐之心 他忍不住出门查看 给男孩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痛苦仿佛不再清晰 他渐渐安稳下来 随后教官叫车 将他送去了医疗所 可大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个个上途下泄 教官开始还以为他们在装 仔细查看后 又觉得不像是假的 这时赫尔站了出来 将事情原委告诉了他 教官连忙来到隔壁的女人家 看了看卡槽里的资料 对方却笑着向他解释 里面全是鼠粪 吃了当然会闹肚子 这就是大部分人 对于侵略者的态度 不值得怜悯 不需要同情 甚至在心里满怀仇恨 可失去人道主义 和侵略者又有什么分别 教官立马让大家去喝海水 利用水的心弦来催吐 他又回到军营 悄悄从厨房偷了些食物 虽然只是些干面包 土豆汤 他们也都友好的相互分食 负责打饭的士兵 将土豆都给了别人 只给自己留下一块 可依然吃得很满足 吃完这一餐 还不知道下一餐是什么时候 就要赶着继续排雷 而教官偷拿食物的行为 也被上次发现 他不允许有人善待战俘 更不允许下属不听话 于是半夜将士兵们叫出来 任意的欺凌侮辱 幸好教官及时赶到 才制止了这场恶行 可他也同样引起了上次的不满 教官还来到治疗所 查看受伤士兵的状况 结果发现他已将死亡 愧疚让教官 有了些不一样的情绪 他告诉其他人 伤兵的状况有所好转 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还趁着天气晴朗的时候 给他们放了一天假 大家一起踢足球 沿着沙滩赛跑 仿佛战争的阴霾 从来没有出现过 士兵们也开始憧憬 自己回家后的幸福生活 却不知道不幸 一直不曾放过他们 教官将球扔出去 让男孩用嘴叼回来 从他嘴里拿过球 教官又扔了出去 见他听话的捡球 教官用力拍了拍他的脸颊 命令他跪下 当众学狗叫 侮辱完这个男孩 他还是不解气 干脆让所有人排成一排 沿着沙滩的雷区 充当忍肉探测器 如果有人敢反抗 那下场一定非常凄惨 士兵们自知理亏 直对手挽手 在沙滩上来回行走 他们知道 只要有一步踏错 就会瞬间粉身碎骨 却没有办法反抗 因为他们只是一群战俘 没有人会怜悯 原本善良的教官 还常常会偷偷关照他们 可一颗被排露的地雷 打破了微妙的平衡 教官因此失去爱权 那是他唯一的陪伴 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 又再次恶化 而接二连三的厄运 还在向他们靠近 这天克里斯在排出地雷时 发现了一根铁丝 这是一种从没见过的雷 恐怕下面还买着一颗 他连忙提醒不远处的同伴 可海边的风太大 还是有人没听见 双胞胎哥哥不顾一切跑过去 想要查看弟弟的情况 但两颗雷的威力巨大 足以让一个人 瞬间从世界上消失 不远处的教官也温身而来 与大家合力 将哥哥送回宿舍休息 好不容易将他哄睡 教官抚摸着他的头发 心中又重新生疼起 对这群战俘的心疼 他们本身都还只是孩子而已 这要承担战争的一切后果 这未免太过残忍 本来只要将这片区域的地雷 全部拆除干净 他们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可就在后续的一次搬运工作中 又发生了爆炸 刚刚孩子们的脸上 还养溢着对未来的憧憬 下一刻他们的生命 就永远留在了这里 连完整的尸体都不剩 当初的11个孩子 在全部地雷排除完后 就只活下来四个 但就算这样 军方也没有兑现诺言 他们被带上车 送到了另一个片区继续排雷 直到榨干他们所有的价值 死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 看着车渐行渐远 教官的内心在挣扎 最终还是没能违背自己 将车拦截下来 男孩们逃命般的狂奔 瘦小的身影 像破茧的蝴蝶 教官知道 他们会重阔新生 尽管有未知的未来等着自己 他依然坚信 一个没有人道主义的国家 与侵略者没有区别